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姜小宁 刚才去哪儿了 其实 我很难做到不喜欢她 她虽然平时看起来 冰冷冷的 但是 她总是在 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第一时间出现 而且她表现得非常自然 就好像 只是碰巧那么做了而已 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可以 她就是走到哪儿 都会闪闪发光的人 一说到你们老板呀 你还真是滔滔不绝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她 我们刚刚认识 就跟你说了这么多 有点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没关系 我特别能理解 有时候没有太多焦急的人 反而更能敞开心扉 你把这个男人说得这么好 我都有点想认识他了 我回头介绍给你们认识啊 但是 我今天说的话 你要替我保密哦 不用了 我开玩笑的 我见不见他 应该也没什么区别吧 等以后呢 你就会知道 好奇心是会被用光的 好了 我不能再怕了 感觉都有点晕了 对了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爱上老板要小心哦 可别丢了爱情 又没了工作 知道 我对他就只有崇拜 不会再有其他非分之想 走了 回到照片传给你 好 走啦 拜拜 拜拜 我应该 不会喜欢任何一个人了 好了 你早点休息 我回去看看方案 我回去吧 江小宁 刚才去哪儿了 刚才跟一个认识的姐姐 去泡了温泉 然后 月亮出来了 那我先回去了 老板 曼玲姐 有事儿随时叫我 我也回去吧 下雨打的 老板我 đến 老板和曼玲姐 一定是在谈工作 可是谈工作 曼玲姐怎么会穿着那么性感的睡衣 人家就是天生地质 你就是注定平凡 盼星星盼月亮 好不容易把阴天盼过去了 为什么要在这儿哀声叹气的 老板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是你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江晓宁 我觉得你挺神奇的 很多事情放在你面前 都会产生奇迹 要相信才会看见嘛 确实啊 月亮挺好看的 我就说吧 好了 看完月亮了 进去休息吧 老板 你呢 我还要工作呢 刚刚苏曼玲给了我一些方案 我要重新检查一遍 需要我帮忙吗 你现在唯一能帮的 就是进去好好休息 老板 晚安 晚安 老板 晚安 晚安 老板是在跟我解释吗 老板是在跟我解释吗 是吗 是吗 是 不管了 就当是跟我解释了 果然是在谈工作 叫您儿儿 你怎么能误会老板呢 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呀 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没有啊 老板 我在认真驾驶 我还是想要提醒你 你要考虑清楚 你还要不要继续爱上你的老板 有时候保持距离 可能会是好事 确实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这是在认真驾驶吗 对不起 老板 我慢点开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我 跟妍妍姐喝了点酒 酒醒了吗 我已经酒醒了 江晓宁啊 我希望你在工作时间里 可以认真 专心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对不起 老板 在工作室 你在工作室 对不起 个碘我 对不起 你 Campaign 好 文文姐 小宁 里面请 好 这边 文文姐 老板 顾冲